瑞芳区吉亚里一位独居长者因为年纪大无法工作 只靠着微薄的补助金 房租已经找不出来 里长谢永昌便找了在地食品公司一起资助长者做爱心 买下一间空屋并加以整理 虽然简单但这位独居长者就可以摆脱无家可归的酒籍 一间不到食品大的房子 却是眼前这位周老先生最温暖的家 周老先生之前一人独自租房子 在四脚亭二十多年 现在年事已高无法工作赚钱 只能靠政府的补助金生活 现在连房租都缴不出来 就在可能要流落街头的时候 里长伸出援手给了他一个家 你给你赌三天什么 有啊 赌三天什么 赌一桶给我赌 这个房子之前是另外一位独居长者 许文英的一个房子 那他在去年往生之后 那我们就透过跟他的职职接洽 那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的权利把它买下来 因为这个房子是有地上权 他大概有差不多五六坪左右 那我们就是透过跟他买这个地上权之后 那有我们的地方的三星人士就是我们的上官食品的董事长 陈平通董事长 他就出二十万跟他买这个地上权 那之后我就是我们找了有铁工跟泥水工 我们就是把他原来那个已经扶死的屋顶再加白铁铁皮 还有把内部做一个整修 里长县永昌表示 原本这间空屋也是一位独居长者在居住 不过在去年过世 于是里长变向长者的亲戚协商买下这间房子 出钱的正是在地食品公司的老板 而里长也自掏腰包 将屋子整顿修缮 并在近日让周老先生住进来 那我们就提供给 因为我们里内有一个独居长者 他也没有地方住 然后他有租一个房子 可是他经常都是缴不出房租 那后来我们就是帮他整理整理 让他来做一个入住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帮助 能够让独居长者在地安养这样子 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帮他申请仁爱之家 可是独居长者他好像不想去仁爱之家 那我们后来跟我们的陈董事长 有聊过这个事情 那他就是很慷慨的提供这个资金的倚注 让我们把这个一个独居老人 可以安养的地方 做重新的一个整理 里长表示里内其实很多独居长者 不过目前就只有周老先生 缺少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 这次和地方企业一起做爱心 也是尽本分 希望社会大众能多关心这些弱势族群 既成为瑞芳采访报道